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是让我在家待半年 会放风的 雨晗啊雨晗 你现在跟风有什么两样 你再嚷嚷加入共产党 我就把你锁在卧室里边 客厅里不让你进 不劳你们打架 我站住 刚才谁来电话呀 杀毁萧秘书 死去 老爺 老爺 月翰这孩子 你要看住了 别让他跑出去 二世冰公安局 陈局长 宋老师 谁 啥事啊 我被关起来了 啥 你被人给关起来了 不是 你还能被人给关起来了 真的 不是 你跟我说 谁啊 谁谁啊 喂 我是程强 你说 我爸 他把我软禁了 我现在哪儿也不能去 还不能上班 本来我想去你那 递交入党申请书的 现在也不能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宋小姐 你要求进步啊 我很高兴 我们也很欢迎 可这是你自己的家里之情 你自己得先处理好 可是我爸他现在存心 阻碍我进步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正好他现在不在家 你能来接我吗 宋小姐 你要求进步心切啊 这个我能理解 这样 我派人呢 给你送一些书 你正好在家 把这些书看一看 怎么样 再说了 这是你家里内部的事情 我无权干涉 那我报案 我怕他危害我人生自由 程大哥 我求求你了 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又是我思想上的领路者 我现在身处禁锢之中 只有你能帮助我重获自由了 我理解 我理解 可你这也不是报案电话 对不对 宋小姐 你这样 我还有个会啊 要抓紧去开 咱们回头再聊 好吧 来 再见 不是 咱凭啥不管啊 这是人家里的事情 我们管不着 也管不了他 你以为你是神仙呢 什么事都能管 你开不开会 开 开 请问您找哪一位呀 我找你们家二小姐 公安局的 二小姐 您找她有事吗 我们程局长 让我给她送几本书过来 啊 啥意思啊 让我们局长亲自来送是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请 一起坐 好 我去叫二小姐下来 哎 小门口 吴正 你来了 你怕是老吗 雨晗 坐 哎 王叔 你去忙吧 那我们房间聊 哎哎哎 我去厨房看看 你们聊 哎 是程大哥让你来的吗 我自己来的 啊 那个 这书我送你的 你就是给我来送书的吗 当然不是啊 我带你出去 你太好了 吴正 咱们收拾东西去 去去去去 赶紧赶紧 快 啊 我给你倒了 我倒把你送来 都给你走 我那是送去 你 我好像在吃了 都给你 我可能对你 我离开 好 你 你 你 我 我 你要拿多少东西啊 少拿点 清装上阵 这些衣服我都得用 知道 知道 这样必须变啊 不是 你少拿点行吧 你打仗十几年 都没拿过这么多东西 这不够装啊 你开干嘛去 这什么呀 这是我小时候睡觉用的 没有它我睡不着觉 少拿点行吧 少拿点 还有这么多书呢 这书搁哪儿啊 我姐那屋有一个我的箱子 在最大的柜子上面 你帮我取一下吧 你姐那屋在哪儿 隔壁 少收拾点 我还会发现 我不要 这将来 我弟兄的 在那里 我还可以 我给你帮我 我其他 我可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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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 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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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哪个 上面那个 快点 快点 站住 快点 爸爸 你怎么回来了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要去 那个 苏先生 是我要带她走的 吴队长 这是我的家事 你们警察从什么时候开始 私闯民宅管起别人的女儿来了 宋先生 郁寒他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您说你整天把他锁在家里边 不让他出去 您这就是非法限制的自由 这我们公安局就得管 这是你们程局长的意思吗 好 我这就给你们程局长打电话 如果他同意 那你可以带着我的女儿走 我 给我接公安局程局长办公室 喂 程局长 是啊 我是宋博洋啊 吴队长在我这儿 他说 他要带我女儿郁寒走 请您示下 宋会长 实在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你这样 你把电话给他 我跟他说 喂 喂 谁让你去人家呢 谁让你去人家去捣乱呢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人家的事我们不能管 也管不着 你脑子是怎么想的 赶紧跟我回来 你还等人家报警让我去抓你啊 混蛋 你这种东西 送先生 对不起 雨晗 我不能带你走了 那个 我给你那几本书 都是我让我们同事精心给你挑的 都是好数 你多看看吧 看看能进步 吴队长 爸 怎么了这是 我现在来 我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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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被人动过 杨景修第一反应是吴征 如果真的是他发现了电台 这很可能会导致 他和宋洪林彻底暴露 必须马上弄清楚这件事 走开 是我 宇凡 很生气呢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这吴队长闹得实在是有点过分 你啊 就先忍一忍 等爸消了气 我去找他 让他网开一面 让你出去 谁让他网开一面 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喜欢程局长这没错 但是你干吗非要加入那个共产党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我不管 加入共产党是我的自由 既然追求程局长 就不要提入党的事情 这样会让人误以为 你追求它是有目的的 爱情啊 还是单纯一些比较好 不要参大政治 你说呢 姐夫啊 姐夫 你不懂 我跟程大哥之间的障碍 远不止我爸一个人啊 我爸这个人吧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反正你跟我在爱情的世界里面 又是注定要受苦的人啊 说什么呢 看我多大了 就成天受苦 你看看 刚才在我的房间捡到了这个 这感觉是吴征的 吴队长 我让他去你们卧室找我的相机 估计是落在那儿的 哦 杨景修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一旦吴征向程强报告 程强随时有可能 向孙红领问其此事 他必须马上告诉孙红领 好让他有所准备 赵医生的处理没有问题 你按照这个处方来 注意观察 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好 好 喂 洪领 你方便回来一趟吗 我储务间的钥匙突然找不到了 我现在着急拿货给人家 要是方便呢 好 给我送回来好不好 好 你等我 送叔 哦 你私闯民诊 你还怨我了 谁让你送叔的 你有文化吧 你就给人送叔 我就是看不惯宋某 阻止进步青年进步 你还敢顶嘴 你还敢跟我顶嘴了 又来了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又来了 我告诉你 别说宋二小姐她不是共产党 就算她是共产党 老子管女儿也是天经地义的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穿这件衣服 你就可以横行搬到了 你私闯民宅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告诉你怎么想的 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 我喜欢宋雨晗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宋雨晗 你喜欢人家你就去抢啊 你不是跟我说过 他是资本家里看不惯吗 你喜欢他干什么 那毛主席不是还说了吗 只要不是汉奸走口 咱就该团结 你个臭小子 那毛主席叫你上哪家去团结了吗 毛主席没说我这话 那你到底错没错 你说 你错没错 我写箴头 我告诉你你好好写箴头 你怎么喜欢上人家的 你接下来还有什么预谋 能够写清楚 写不好就崩了你 是 滚蛋 怎么着 还不服是吧 不是 有个事 什么事 我从宋雨晗他检验屋发现一部电台 你发现了什么 一部电台 看清楚了吗 看下我了 S38 S38 他们家为什么会有电台 是不是宋家有特务 别老瞎说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间 不能下结论知道吗 好 这事儿还要谁知道 就我 不 现在还有你 不能让局里任何人知道 这事儿你就当没有发生过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写检查去 我都立功了 我还写啊 你还给我讨价还价是吧 不是又来了写 又来了是吧 我接过去 我接过去 一部电台 让城墙不得不警惕起来 联想到监狱暴动当天的那辆轿车 宋洪林身上已经接连出现了两个疑点 城墙最不愿意怀疑的人就是宋洪林 但调查势在必行 城墙思考着 如何才能既搞清楚电台的真相 又不因为可能的误判 而打草惊蛇 是 出什么事了 公安局的那个吴征 也许发现了我们的电台 吴征 对 怎么会这样 他今天来家里 非说要带宇涵走 宇涵让他到我们的房间来找一个箱子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 他应该有机会发现我们的电台 如果真的是这样 城墙可能随时会找机会试探 你要想好对应的说辞 好遥啊 这段时间 他们很可能 来监听我们的附近无线电波 电台可能不能再用了 等会儿你就回避江总 江总不报告 申请一段时间的无线电机模 好 案38是高级设备 美国一年前研制的 它收频率广 征收率高 而且外接话筒 可以直接通话 那什么样的单位 现在能用到这样的电台 那只有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和情报机构 才可能去配备了 红十字会 有这个可能吗 主任 红十字会 倒是可能给占地医疗队配备电台 但这么先进的不太可能 除非是美国赠送的 是这样 我们有些同志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会受伤 我想局里啊 应该常备一些药品 这样他们用起来 就会方便一些 这也太好了 这个好 你呢 给博洋医院的宋医生 打一个电话 让他帮忙准备一些药品 然后派人去拿 是 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 那个刚跟他们家脑岸变的 要不然你让涛文静给他打 再说了 你跟宋医生那么熟 你为啥不给他打呀 工作问题你哪那么多为什么 叫你去你就去 明白吗 我明白了 我下午就去取药去 谁让你取药了 我让你去打电话 我让你取药了吗 我知道 检查写完了吗 检查写完了 我一直带着呢 怎么样 写得不错吧 错字太多 从你写 是 是 接汤主任办公室 好 文静 你现在马上监测一下 道里区一带 有没有可疑的无线电信号 如果有可疑的信号 马上向我汇报 对 就这样 这个药你一天吃三次 用温水吞服 好 谢谢啊 程局长 你怎么来了 我来取药了 吴征没告诉你吗 他打过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他没说你会亲自来 我开车正好顺路 所以就过来了 那你稍等我一下 好的 那您记得 这个药必须要犯后吃 不然会伤胃呢 好 谢谢大夫啊 给你啊 你这手 没事了吧 没事了 有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 没事就好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跟前线的战事比起来 差多了 怎么差多了 你们当医生的也很危险啊 你们占地医生 在前线 一定有很多危险 还好 没你说的那么危险 怎么不危险 都是在前线 只是你不愿意说罢了 肯定很危险 不是我不愿意说 真有什么危险 部队就会用电台 通知我们提前转移 首先保证医生和伤员的安全 电台 你们红十字会医院也有电台 这太先进了 不像以前 我们打仗的时候 连个电话都没有 有时候传信 那都得是人来人去的 我们当时那台 也是美国资助的 美国资助的 那是不是很先进 是啊 我们没什么秘密 要的就是通信及时 当时给我们的那台 是可以外接话筒 直接通话的 是挺先进 外接话筒 这太先进了 不像我们公安局的电台 都老掉牙了 早去应该换 我那有一台 不然你拿去 就是坏了 当时本来准备扔了 可我想留下来当个纪念 你拿去修一修 看看能不能用 太好了 谢谢你啊 还是算了吧 杨先生喜欢收藏 他一定会喜欢 这些东西的 你要是把电台给我们 别到时候再惹一些麻烦 我走了 那我送送你 不用了 没事 不用担心 我不是担心 你不是还没吃饭吗 别再凉了 好 那你慢走 好 这样啊 这个落马湖一带呢 外国人比较多 达达 这个你很了解 对不对 所以呢我想金雨萱 肯定会来找他们的 这一带 一定要进行严密的监视 尤其是药品 枪支 查出他们的来源 还有除除 所以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能不发生冲突的 尽量不要发生冲突 好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三位 问我红十字会啊 他们确实是给医疗队 配发过这种型号的电台 美国赠的 是不是咱想多了呀 现在还不要下提论 继续查 还查呀 我觉得宋家应该 跟国民党没啥关系 你觉得什么呀 你是不是担心宋家二小姐 有牵连 有点 我告诉你 吴正儿 干我们这一行呢 不能被情感作用 有时候情感就像一张网 你不知不觉地 就会变成网中的灵魂 所以一定要保持清醒 我知道这很难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什么我 再会 进 宋长官 有消息了 共产党他们也在抓菅雨萱 在满世界找她 确实 确实 目前 只打探到这些消息 只要共产党还在找她 我们就有机会 对 我相信她绝对不会跟共产党有交易 菲英的情况怎么样了 她的伤势有好转 上次金雨萱失约 是因为被城墙抓了 可这回人出来了 怎么反倒不急于和我们联系 我估计是外面共产党的风声太紧了 她不敢露头 再等等吧 相信她绝对会回来找我们的 但愿吧 你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放松 继续找 只要还没有拿到钱 她一定不会离开哈尔比 是 监狱暴动这个事查怎么样 查清楚了 是一个叫洪宝葵的流氓头子山东 洪宝葵 我看这个事 八成还是国民党干的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想救出金雨萱 但是为什么是洪宝葵来干 他跟国民党有什么联系 这个事得好好查一查 我知道 心细点 知道了 那我就 席子 局长 还没走呢 忙什么呢 我这正整理全市烟馆赌场的资料 怎么样 有难度吗 可不吗 这表面上的都好办 一封就行 可暗地里的实在是不好杜绝 我说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挺难办啊 林泽徐干过 北洋政府干过 国民党也干过 现在呢 轮到我们了 干不好 丢人 明白 局长 您放心 难度再大 我也会尽力干好 好 但是啊 不能太着急 态度 我们要鲜明 報告 我真的是冤枉的 我已经很久没跟红堡 game 这个流氓投资混了 红堡 game 在越狱以后 有没有找过你 真没有 您要是不信啊 可以立马把我拖出去枪毙啊 锡子 局长 把他拉出去毙了 是 走 我帮我回去你和什么人在嫌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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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跟一个大老板在一起 他们在做一个大门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我心惊 这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了 还什么知道什么 赶紧说 我真的不知道了 陈傅 你相信我 我已经很久没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我现在是两名啊 真的吗 这样 你下去呢 再好好想一想 我这儿 把他拉下去 老兵啊 看来跟胡马慧在一起 这个信金呢 有可能就是金雨萱 所以我们要想找到金雨萱的话 一定要先找到洪宝葵 金雨萱要是真跟洪宝葵混在一起 那还真够麻烦呢 我看未必啊 不是一件好事 市委决定啊 为了维持哈尔滨的治安 要取缔大小烟馆赌场还有机缘 这事由你和老赵去完成 好吧 顺便看一看 能不能摸到洪宝葵的线索 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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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去 老板呢 老板 老板呢 长官 长官 你是老板啊 对 我去看看 见过这个人吗 没有 看清楚再说 真的没有 赌场查封 全部带走 停 停 停 长官 这次要交多少钱 这就是这点不好 不用交钱 那查封到什么时候 你刚才不是说生意不好吗 这次啊 你就算彻底省心了 全部带走 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没有 共产党对逃犯一定是穷追猛打的 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他不敢老头 不过我打听到 最近共产党搜索的重点不在俊宇轩 那是谁 红宝葵 是 程翔费这么大周周找红宝葵 一定是为了俊宇轩 红宝葵就是个大混子 二兵的三教九流 每个不认识他 金宇轩跟他在一起 恐怕很容易暴露行踪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麻烦就大了 你们要抓紧去找金宇轩 还有红宝葵 在共产搜捕的时候 多派些人手暗中盯着 如果金宇轩落到共产手里 能救出来自然最好 救不出来杀了他 明白吗 明白 来 这事儿 子凤 你来了 我已经不跟你聊了 上去帮我一下 好好好 好 宋长官 杨长官 南京方面很关心电台的情况 希望让我问一下 什么时候能恢复 无限电影的通讯 现在还不好说 城墙找过我一次 想透出电台的来源 他核实过后 应该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不过还不确定 他能否就此打消怀疑 那我把这个情况 向南京方面汇报一下 请求他们 继续保持无限电静默 去吧 电台的事情 你认为城墙还在怀疑吗 我说不好 我说不好 不管怀疑不怀疑 我们都得小心 局长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取些备用电池 什么情况去的 道里区一带 近几天没有发现 可疑的无线电信号 继续监听 有什么情况 赶紧汇报 是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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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 我要 二小姐 我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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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姐 爸爸放我出去了 老爷让你下去吃饭 来 饿死我算了 大伯 现在共产党 在蛮事地找我们俩 你看 我们的交易还继续吗 继续 董长官 好久不见 真的是好久不见 您终于有空了 明天中午十二点 五福茶楼二楼 最里面的保健 不见不散 这里是闹市区 离公安局有紧 第一 他们不敢随便开枪 第二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们会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教育 我想 他一定会让我们 把金条先交给他的手下 等他的手下离开后 再吐出坐标 你借掉金条以后 开车走置新路 车都能干 那里人多眼砸便于藏身 出了事也便于脱身 我们就真的要拿金条来交易啊 得让他看到金条 却又不能真的给他 您是说 交易完成 再把金条要回来 不只是金条 还有他的命 不好了 咱们得埋伏 全被人拔了 乃哥 一切都准备好了 出发 这群小王们的 来人啊 发费 杰林 杰林 怎么回事 这怎么金雨萱到底要干什么 她好像看到了什么 才突然跑的 记不记得范东亚在临死之前 曾经说过 金雨萱有一个小女儿 跟她失散一年多了 现在沦落在哈尔滨 你是说 金雨萱突然看到的是她女儿 认为一个事前住命的人 除了女儿还有什么 比钱还重要 只怕 她现在已经找到她女儿了 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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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哈尔滨像这样的孩子 肯定还有不少 能不能建立一个收容所 把他们安置下来 让他们得以保护 不如暂时 把他们送到 上次藏军火施隔街的那个教堂 等收容所修好之后 再把他们接回来 这个主意好 赶紧去办 不对了 她的眼睛啊 好像不太好 我一会儿去医院 顺便呢 给她查一查 行 那你就跟着这个叔叔走啊 杰林 你先看什么 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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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刚才穿紫衣服 带铃铛的女孩你给藏哪儿呢 没有藏啊 没藏 是啊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啊 你确认刚才送来的所有孩子都在这儿 是的 我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把哈尔滨所有的人贩子都给我找出来 我女儿被这帮畜商绑区要饭了 给我找出来好好收拾 听见没有 我想某一天 往日又重现 我满流量忘返 在北架而互盼 到我们牵住 多少年以后 如云般搖走 那变幻的脚步 让我们难牵手 这一生一世 这一世 有多少离谱 有多少离谱 被捉摸在月光 入睡的夜里